HELLO 大家好 2020北京车展的新车 先带大家看一下长安欧尚X5 这是欧尚的一个全新的SUV 定位是紧凑型SUV 预售的价格是在8到12万左右 这台车的设计还是一个很明显偏年轻一点的风格 你看前脸这里有非常多的细节和一些立体的造型 比如这里是一个仿碳纤维的装饰 近期隔山的里面有亮的有黑的错综复杂 还是一个挺有设计感的样子 而且前脸看上去会比较凶一点 大灯用的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分体大灯的一个设计 上面是日间行车灯 下面照明的灯组其实是在这里 车身的侧面有它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轮圈了 这个轮圈用了19英寸 这台车的车长其实不超过4米5 用这么大的轮圈视觉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而且轮圈是一个深灰色的设计 这个样式你看多分岔的外子型的这样一个样式 其实是很多大牌的偏性能的改装轮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样式 还是挺好看的 里面的刹刹卡钳喷红了 我觉得稍微有点浮夸 这样一台驾驭车其实倒犯不着这样了 车身侧面的线条是比较流畅一些 我们人比较多 大家见谅拍车的效果可能不是太好 它的车身侧面到了后面C柱这个部分 会有一个下探下溜的样式 不至于是一个溜背 但是比较有动感一点 然后这边尾灯是一个红色和黑色相交错的一个设计 其实整台车的样式还是挺年轻的 确实跟他们的定位就是主要是卖给25到35岁 这样的年龄区间的用户群体是比较契合的 看一下后备箱的使用性 打开之后这个门槛不会很高 其实还高度还可以 搬拿东西比较方便 而里面的整个纵身包括主体的空间 我觉得都是还挺好的 这里有一个置物联 然后能看到后面座椅的样式 似乎跟常规车型不一样 待会我们去车里面会看到的 下面就是备胎了 走我们去车里看一眼 车厢里面内饰的设计 是一个很典型的偏运动偏年轻的风格 深灰色的主体色调 有一些红色的点缀 而且在这些装饰件的位置 用了一些斑斑点点的纹理 有一点像碳纤维的质感 其实还挺漂亮的 这个挡板显得也是有一些战斗感的 这边是一些基础的功能 比如说空调 驾驶模式的选择等等 前面是两块液晶屏幕 一块是车机 一块是全液晶的仪表 方向盘也是平底的 基本上就是这些 我刚才在车外的时候 又讲了它座椅比较别致 是哪里别致 你们看一下 前排是一个运动一体式的座椅 后排它也是头枕 会立的比较高一点 也是为了突出一个 它很年轻的设计的调性 后排空间在紧凑型这个级别 其实算是正常 大概有两拳左右 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前排的这个位置 其实并不是我一个标准的坐姿 因为车展上人非常多 坐椅会不停的调节 我大概是一个正常的参考范围 上面有一个全景天窗 大概就是延伸到了这个地方 坐垫的填充路非常非常的转大 它是中间位置 捏一下给大家看一眼 两边位置的话 材质上 你的大腿放的地方是一个织物材质 其实会轻浮一些 因为没有座椅像通风加热这样的功能的话 如果是黑色的皮质 冬天可能就会冷 夏天就会烫 用这样的织物做起来 反而会更加舒服一些 中间的这里一个小凸起 对乘坐的影响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没有后排的出风口 只有一个充电的USB口了 这个座椅是可以四六分折放倒 给后备箱去拓展出来一些空间的 而且后排的座椅靠两边的位置 其实也是和前面有点像 一个运动一体式的样式 中间位置就没有一个成型的头枕了 这台车用的是1.5T长安蓝晶的动力 180马力300牛米配的是双离合器的变速箱 这就是这台车的一个基本情况 还是挺年轻的一个定位 价格也算是合理 预售价格在8到12万左右 如果是关注这个级别 喜欢年轻设计的朋友 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台车 喜欢记得分享哦